大家好我是豬哥 今天我們來到了中正紀念堂國家戲劇院 因為KIA EV9正式上市了 選在這個地方真的超有儀式感的 500張訂單裡面 97%都選的是最頂規299萬9的GT-Line AWD 不過它到底多了哪些配備呢 之前預售的時候很多人敲碗的RSPA2 怎麼沒有在預售清單裡面了 但是正式發售版了 這個價格了將近10萬塊的RSPA2遙控停車系統 現在無償送給車主了 另外一個其實電動車的最怕就是 它的暖氣系統沒有獨立的系統因此會耗電 但是這台車它的熱能回收系統 現在價值5萬塊也送給已經訂購的車主 至於後輪驅頓版的20RWD 它價格一樣維持279萬9 不過它也送了所謂的熱能回收系統 一樣吹暖氣不會多耗電 但到底EV9有什麼過人之處呢 賣到將近快300萬台幣呢 接下來用幾分鐘的時間 告訴你12大的強項 這頂貴的GT代AWD等級呢 車頭的數位光炸 它還有智慧的照明系統 非常具有辨識度 在EV9這個電子數位後照鏡的選配價格要10萬塊 但是500張訂單裡面的50%的車主都有選擇它 EV9它的電池容量擁有99.8度電 最新的續航里程測試出來了 WLTC達到了601公里 而且呢 從10%充到88只要24分鐘 達到5米3的LSUV又是全電的 當然它的V2L功能非常重要 而且它的供電效率也非常高 EV9的一體式的儀表板設計 包含了12.3吋儀表板 12.3吋的中控螢幕 還有12吋的抬頭顯示器HUD 可以說是非常的完整啊 尤其EV9也搭載了Meridian的頂級環道音響 不過諸哥最喜歡的是呢 它有實體的音量控制鈴 包含了標準的七人座以及旋轉六人座 以及尊榮六人座 其中這個Ultoman座椅 選配價格是10萬塊 當然如果你家裡是有小孩子 我會建議你的選擇呢 可以旋轉的旋轉六人座 當然尊榮六人座呢 它的椅子舒適度不在話下 但諸哥最喜歡的是全電動控制 還有一鍵歸位 按這個按鍵呢 全部的椅子呢 回到了正常的乘坐模式 EV9的指紋辨識系統看似不齊人 不過中間這個地方 就是它最重要的指紋辨識的地方 原廠常叫的EV9 用上了10種的永續材質 不過呢 它是由漁網以及硬塑膠來構成的 並不像以前的環保材質 它絕對不會短時間內的就完全融化的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畫 擁有彈性美肌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更多的額外優費折扣囉 搜索中天車廠家 分输入atcticar 就是CTICAR 就不找到我們囉